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我长这么漂亮不就拿来素颜的 而且她有什么都说 她真的好漂亮 她有分吧我觉得也还是比较好的 她那就是什么都跟你说 但是她有一个体现 就是不能谈流来熊 你也理解吧 然后我挺喜欢采访杨幂的 因为采访完之后 你有的说有的写 她知道你要上什么 杨幂还是很会说话的人 然后赵薇 但是稍微适合一对一的采访 刚才每次都还会能够爆出 一点点好玩的句子出来 就比如说 多年前会采访她的时候说 你那么喜欢减肥 你现在怎么样啊 她说我还是好怕 我希望有一天受到金医院 还很喜欢一个采访的 像是张宝吉 我们曾经那会议的 有了25分钟 而且像自己不停的 在跟我聊她的男朋友 那时候还这些音乐都没有复合呢 就是那时候的张宝吉 还是一个愿意传开心批的人吧 她去年录那个天天向上 然后我去采访她 她说我认识你 我们经过好多次 我们以前还聊过一次很久的天 说对 然后她走的时候 她说我们俩和张宇宇吧 他们俩就自拍了一张 我们俩和张宝吉